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胡 那么昨天刚刚复苏 是吧 感觉状态还比较在线 那今天咱们就不换衣服 继续来聊一个新的话题 法甲的话题 是吧 其实我很少去聊这些法甲话题 但是因为这个赛季 我其实比较关注法甲的一个叫离世的球队 所以说我对法甲的注意力 这个赛季投入的比较多 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如果巴黎和李昂这两个球队 他再次相遇的话 在联赛里面再次相遇的话 是吧 巴黎还能不能以老大哥的姿态 去俯视一下现在的李昂 那聊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聊清楚他们现在的一个现况 那在聊之前 如果说觉得小胡还不错的新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老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这是老规矩 我就不再强调了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清楚李昂这边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于我来说 四个字可以点评 青黄不吉 这个赛季他其实引进了很多大牌 老牌的一些球员 比如说这个拜仁的伯阿腾 比如说这个六浦的莎吉利 这两名球员伯阿腾就不说了 是吧 以前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四一位的这种称号 是吧 包括这个沙基里 是吧 缝起来的时候 是吧 你不管是世界杯的赛场 还是在联赛 都是大腿级别的 进攻型的 一位选手 是吧 但是他们来到了这个李昂之后 首先他们本身连棋就偏大了 已经属于老弱病残了 这个发力的 是没有发挥的比较好的 是吧 就余热没有散开啊 在李昂现在这个支持球队里面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呢 李昂本身的一些 呃 在培养的一些 这个新生态的一些球员啊 我觉得也没有成长到 可以担当起 很重要职责啊 球场上面很重要职责的这种地步 是吧 所以呃 我觉得这个李昂现在的整体的实力啊 球员实力比较有限 但是球员实力比较有限的话 他还配上了这个进攻性啊 耗生心比较强的这种主帅啊 就是呃 博斯 是吧 这个博斯这个主帅呢 以前是这个勒沃库森啊 带过带过一两年啊 也在多特待过一段很小的很短的时光啊 但是这个主帅比较疯是吧 他是那种呃 平局啊 我都不满意的啊 他我一定要把这个球队给干掉 是吧 在这个赛季 你经常可以看到李昂有什么操作 你就打那种 可能中下游或者下游球队的时候 他半天没有公开啊 打了70分80分钟啊 还没有把握住优势的话 他会直接换掉后卫 三中卫啊 他直接换掉后卫啊 换上前锋上去冲 是吧 结果还是没有冲出来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 呃 球员的能力和主帅的野心 不笔配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有限 另一边我们看一下巴黎啊 他虽然说啊 商品名单 比这个梁还要长出一截啊 但是人家板凳深度在那里啊 是吧 我伤得多 但是我底下还能用的人也很多啊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呃 巴黎应该还是能够震得住场 还是老大哥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 同路别忘记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